是的 美联储时隔四年首次降息 而且这一次还一口气降息50个基点 那到底是什么因素让美联储直接大砍两码 而当中又会不会影响这个国行的决策呢 令吉的走势又会如何发展 今天线上我们就有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 给我们分析美联储降息的影响 李玉早上好 中国早上好 那你认为这个美国经济 是不是像外界所想的可能有一些端倪 才会导致美联储一口气就降息了50个基点 你是怎么看有关的降息决定呢 而且我国的国行会跟着降息吗 其实在这个美联储会议之前呢 我们有看到到就是有25个基点跟50个基点的人 就是他们会认为美联储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偏向于多于这个50个基点的操作 但是我认为 其实并不需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 50个基点的这个降息动作 是因为在他可以打压这个通胀数据的这个下来之后呢 至于也可以有这个美国经济成长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做出这个25个基点 但是如果他做出这个50个基点呢 代表着什么信号呢 我们就要看回去2019年的时候 或者是2020年的时候COVID的时期 他其实有做出这个1.75%到1.25%的这个降息 然后再从1.25%直接下滑到0.25%的这个降息动作 所以当时候我们就有这个COVID-induced recession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放缓的线材出来 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做出这个50个基点的降息动作呢 也是因为他看到更加仔细的数据说 可能他会进入硬着路 把它变成短着路的情况 所以他会做出这样的50个基点 那这个是我对这个50个基点的看法 那如果我看回国行 到底需不需要跟着 跟随着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操作呢 其实我认为不需要 是因为在我们的这一个马来西亚的通胀 或者是这个经济成长 都是有明显的 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指数 所以我认为他不需要做出这个降息动作 而如果我们看回去2019年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利率OPR是在3.25% 那我们现在是处于3.0% 甚至现在我们可以上升0.25%的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看回去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 令吉的走势其实是在4.05到4.22% 而现在我们是回到了这个4.20的范围 所以由于这三个因素都是属于一个良好状态 外资也是有流入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们不需要跟随着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作法 好 了解 那随着这个美联储它进入了宽松周期 预计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世界各地的新型市场 那其中也包括我国 所以李玉你怎么看令吉接下来的表现 还有这一次美联储降息 马股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吗 我觉得在这一个降息动作的时候 就是在美国降息的动作的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马币继续走强 就从昨天来说到今天 就是到了这个4.2的范围 甚至可能会就是更加强势的走法 可能可以甚至需要4.0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认为在令吉走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好的就是本地这个供应或者需求的板块 就是可能这个消费品股或者是建筑股 或者甚至地产业股或者是甚至这个金融股 那其中如果我们看回去consumer sector 如果消费品股 为什么它是可以利好呢 对于这个板块会利好呢 是因为如果他们的这些costing 或者他们raw material是买至于这个美国 或者是用美金来交易的话呢 他们现在可以买更多 所以他们的这个自然而然 他们的这个costing也是会降低 然后他引力会上升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建筑股跟这个地产业股呢 是由于这个数据中心的成长 然后还有这个柔佛新山的这个范围呢 是有明显的成长 所以我认为在近期里面都可以看好这几个行业 那最可能在非常短期呢 就是两个星期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技股也是有上升的空间 所以这几个板块都是我们在流域的当中 好 非常感谢李玉 今天早上带来的精疲分析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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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